如果傻傻的回答陷阱題 救女朋友 那媽媽不重要嗎 救媽媽 那女朋友怎麼辦 無論回答哪一個都很容易吵架 所以男生才會覺得女朋友很情緒化 我跟妳媽媽掉到水中 妳要救哪一個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薩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跟女朋友交往時 女朋友很常問一些很滷小小的問題 像是 妳要我媽 有多愛 如果我跟妳媽一起掉到水裡 妳要先救誰 我相信大多數的男生聽到女朋友這樣問 都會覺得很頭疼 我們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 有些問題無論是回答是或否 答案都是不對的 你喜歡我的外表還是內心 外表 你只是看到我的外表你好膚淺 內心 所以你是嫌我醜嗎 你會想起妳前女友嗎 不會 你變人 怎麼反而沒想 不誠實 會啊 哇 你都有我了 還想著別人 你去找他 大家有沒有很常碰到這種 無論回答是與不是 都不是女朋友要的 結果就是吵架 這種問題就是陷阱題 面對陷阱題就是要跳脫直接回答是與不是 而是回答什麼女朋友會覺得安心 這才是必勝法 你喜歡我的外表還是內心 外表內在都很喜歡 最喜歡吐吐了 額 好反動 回到今天的主題 該救女朋友還是媽媽 我們該怎麼破解陷阱題呢 不能直接回答要救哪一個 而是要答非所問 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 明年我們要跟今年一樣 這麼好跟我打勾勾 感動耶 我們會一直在好好的 如果答非所問 我們也可以裝可愛 沒有你 我的世界該怎麼辦 這個世界將是黑暗 我再也看不到陽光了 這種看起來無厘頭 不知道在演什麼 實在是一種以退為進 把球踢給女朋友 讓女朋友覺得又氣又好笑 再說什麼呢 都不正經 如果傻傻的回答陷阱題 救女朋友 那媽媽不重要嗎 救媽媽 那女朋友怎麼辦 無論回答哪一個都很容易吵架 所以男生才會覺得女朋友很情緒化 女生也覺得一直吵架很累 大家如果有碰過陷阱題 可以留言把你們經驗分享給我們 看看大家有遇過哪些有趣的陷阱題